韩国女演员全惠斌曾演出多部知名韩剧儿爆红 而除了事业丰收外 她也在2019年与全外医师男友结婚 婚后幸福甜蜜可说是事业家庭双双赢 全惠斌近日也在节目上谈及被求婚的母后小故事 让网友们都闪瞎了眼 纯慧宾透露老公向他求婚时恰逢愚人结 突然玩心大起的他想要真真老公 于是很认真地向老公表示 既然已经收到求婚了 有一件事必须向对方坦诚 纯慧宾当时说道 我必须跟你坦诚一件事 其实我有一个没曝光的女儿 都是由我阿姨在抚养 外界都不知道 而老公听完后当场愣住了 不过回过神后 向他说道 你的女儿一定很漂亮 并称结婚后把女儿接回来一起养吧 甚至还考虑到外界会有疑问 向他表示可以对外界说是领养的 对于这个意料之外的回答 纯慧宾也相当感动地认定 非他不可乐 听完纯慧宾的故事后 网友们都纷纷直呼 这么好的男人真的是非家不可乐